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前任秦俊杰又动了一口气送出两部剧《翻身男》 说起秦俊杰,他早年是宦瑞世纪旗下的艺人 不过,我没忍住,太丢人了 之后,秦俊杰就被一个类似组织的杨子抢了风头 那个时候,杨子还没有成功,还处于上升阶段 两人在那年的秦人杰正式报告了他们的恋情,赚了很多钱 随后,在崇拜时间段内,秦俊杰录制了新演义的期待之下 并与冠军张雪一起出现了胡火汤事件 前段时间,因为杨子和刘雪怡的那一集,被拿出来审核 这让秦俊杰站得一塌糊涂 他明明有心上人,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避嫌 杨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随后,杨子和秦俊杰的联系发生了变化 两人分道扬镳,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在胡火汤集之前,网友们对杨子的一贯支持 对秦俊杰的斥责,更加剧了他的倒霉身份 说实话,两人分手的时候并不平静,现在还很乖 与杨子分道扬镳后,秦俊杰的演义事业简直是一蹶不振 有段时间陈就 影视剧的传播上没有一丝波澜 金融机构欢瑞世纪也不支持他 随后,秦俊杰与欢瑞世纪的约定失效 他饶有兴致地离开了 离开之后,秦俊杰更加地可怕 他的声望在各个方面都一落千丈 幸运的是,可以访问分散的资产 因此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需要强调记录 尽管如此,还是不够清晰 这与前杨子的职业地位有着明显的不同 然而,秦俊杰从来没有投降过 直到最近,他在荧幕前一直充满活力 有两个节目,试图通过他们进行旋转 秦俊杰一口气送出两部剧 翻身的机会微乎其微 两部剧分别是装扮剧《飞狐物语》 和新锐剧《深情的夏天》 坦率地说,这两个节目的性质是正常的 《飞狐回忆录》作为《飞狐雪山》的支线故事 与第一部几乎没有关系 是一个新鲜出炉的新故事 观众通常会犹豫不决 金庸先生的名气还没有出来 非正式的交流真的很糟糕 这部剧的传播无疑是毫无悬念的 给秦俊杰的礼物也必然少之又少 然后,到了那个时候 就有了朝圣之下 看名字就可以看出剧情 就是那些东西,没有目的 观众也一样有品味 同样的,秦俊杰和吴倩也没有男女主角的魅力 也带不来节目的流量 传播效果肯定不好 以上就是秦俊杰需要靠秀翻的麻烦 这是主要观点 严重的是两个节目的性质都不太好 独立于直接翻盘 话说回来,秦俊杰的地位也无处可寻 世人主动塑造了先天的印象 上面提到的胡拉堂事件是 秦俊杰在媒体上的一大黑点 因为这一事件及大地推迟了他的转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养子一直有活力 所以这件事一直让秦俊杰心疼 变成了等待的污点 这样一来 秦俊杰就真的很难翻身了 一次又一次 网友们很难忽视 有了这层渠道 秦俊杰的人设不难 名气有限 要不是秦俊杰知道如何不去怀疑 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心烦意乱了这么多年 让自己的职业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变得沉腐了 02 权威媒体随手拦住肖战的恋情和舆论评价 老实承认不能否认肖战的号召力 录音同样出色 肖战和赵路斯的恋情曾一度登上热搜榜 也登上了榜首 但显然是假的 某权威媒体狡猾地通过暗示艺人肖战的大扣来解决大众对肖战感情的评价 让大家的崇拜聚焦肖战的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权威媒体也称肖战这个穿鱼人不能被解雇吸引力在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偶像和一个有效的演员 拍戏高超 配音配音也可能过分了 建议某视频平台媒体在网络上宣传肖战的极品片段 测评无法拒绝肖战的诉求 另外 郑静还提到了肖战的拍戏舞台 张力十足 而且肖战的声音可能是拍戏的程度 绝对有自信是个有实力的演员 事实上 作品和学位是情侣们必须注意的兴趣点 至于爱情 舆论或其他方面的内容 辟谣就够了 现在不再提供过多的温暖和流量 从恋人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已经和肖战的新人肖春生安定下来了 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肖战的作品 留意肖战的新剧《玉骨遥》和《梦想的梦想》 《海之恋》 静静期待开播 久而久之 肖战真诚的翻译是非知名 休闲圈内若有触动 必然牵扯到肖战 也未必有办法去关注 李一峰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例子 总之 对肖战的渴望很高 希望肖战忘掉拍戏上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和认可 如梦如梦已准备就绪 专注的生活可能非常重要 当一些事情可能无法放弃时 您可以毫不拖延地通过重罪手段 保护您的有效权利和爱好 支持当之无愧的演员肖战 熬夜期待肖战作品的早日播出 我也希望如梦如幻 有一个成功的整体演出 当然 在这个时候提及它有点早 但这并不重要 愿肖战勇往直前 命运可期 03 直播一两小时 一亿 肖战的名声从何而来 标志类似于扬声器 很多人都承认 肖战火可能很有名气 影响力很大 除了认得他的恋人 路人不断地困惑 有什么好追的 虽然他真的很帅 相信这也是很多爱好者的独特观念 但接触了解之后 正品香水的规定就会到来 有人说 肖战带走了一辈子不追星的人 这当然是事实 有人找了一万年 少数人转了几圈 才发现肖战是理想的 任何概念为什么 不妨好好发现 或许下一个正宗香水就是你 肖战是演员和歌手 但他不是专家 走入社会画卷的服装商员滚滚 踏入休闲行业 就是这样的小白 早就没有了风度 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被压制 并且以破纪录的方式 被黑客入侵了近一年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消失 但他却逆风而起 变得比以前更高 一气绝尘的用法向擂台宣告 杀不死我的 终将让我更强大 肖战的痴迷完全是传说 归根结底 他是用自己的作品一一用 与他的杰出人物一起 征服了竞技场 得到了人类的心 网友们喜欢总结一下 接下来就是2019年至2022年德塔 文繁荣指数每日高度 TOP20电视剧收视率 除了被演打的2020 肖战的三部作品都在巅峰3之内 而且王牌部队因为军队的题材而被忽视 但他现在已经不再突出其突出的本质 片 演绎的角色众多 精彩分成 深入人心 勾引无数情人 肖战可能很帅 但他不会走捷径 他一直走在权力的道路上 他渴望变得不可想象 现在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 他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戏剧演员 他真诚地解决了那句话 很明显 你可能依赖于你似乎吃的东西 但是你需要依赖于力量 在这背后 人的高度满足感和想法的强烈度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让他走得更远 肖战的诠释和人品 让他名声大噪 在欧莱雅PRO的直播中 现在徽章问忙碌的代言人X 变得不再顺风顺水了战参加 蓝衫白裤干净帅气 深浅的色调可能很像灰品云屏 肖战听得很认真 反应平静 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真正的商品最大需要与妈妈们的百分比 让人类看到他的高手面 更大的感受他的热面 虽然变成了最简单的二分之一小时的直播 但肖战可爱的整体表现 却点燃了人们的热情 不是最简单的变成了收入火爆 而是通过活动的放弃 点赞数过亿 有的恋人甚至拍了一张零五百万的照片 同样是真爱 说实话 像这样的一级任务 恋人是真心关心的 与肖战不断意外破译有关 而经常以异计的肖战 这火爆的名声从何而来 标志类似于翻译 我们从过度奢华的真历史的营销和营销口号中 看出端倪 追逐欲望的街道 绝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陶醉于每一次引渡 装上爱来自新 我喜欢那种全力以赴的感觉 一次又一次地审视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从自理行间的词句中 你要相信 这则广告绝对是为肖战量申定做的 真是绝配 肖战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爱情 全力以赴的人 这种精神使他能够成功 也赢得了人类的钦佩 欣赏和喜爱 总之 肖战的优秀数字是无穷无尽的 花点时间等待能够发现 不得不提一句 这个世界上丑陋的事情太多了 但正因如此 人类对美帝追求更加强烈 肖战就是这样的美 今天的肖战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但如果你认为他已经登上了巅峰 他还有无数的可能 无尽二字 真心适合他 有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之路是一样的 就是坚持在推自己 肖战正逼着自己坚持前行 徒步山河 永攀高峰 踏上小山小山的壮丽景色 命运漫长 困难重重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有奉献精神和勇气来推动自己并激励每一个不同的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